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我现在是在贵阳市乌当区的阳昌镇 今天这里之所以如此热闹了 是因为他们正在举办第一届贵阳花招节 阳昌镇地处贵阳市北郊 距市中心四十公里 自从贵阳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搬迁到阳昌镇后 阳昌被打造成了一个以花卉为主题的旅游产业小镇 而花招节的举办围绕花的主题 邀四方游客春分踏青赏群芳之火 在发扬传统文化的同时 也在春分时节给大家营造了一处赏春光品春色的惬意之地 天气气很浓的来玩小镇下大自然的空气 这里风景这么优美 然后你看玉京香 满山遍野都是玉京香 很好看的 花开得很漂亮 隆隆的春天来了 星期很舒畅啊 风气好 绵绵春雨不仅没有影响众多游客的心情 反倒为大家漫游花海增添了几分十亿 2015年 阳昌镇村民以土地入股的方式组建了专业合作社 再由合作社土地流转给阳昌花卉产业师范园经营 村民不仅可以获得劳务收入 还可以拿到一定利润分红 开园以来呢 我们整个入园人数累计达到五十万以上 每个人的收益 门票是二十元 整个综合收益达到五千万 在我们发展过程当中呢 比如我们的观光车 我们的一些土地的租赁 都是通过老百姓来在这里面 实现一些入股的行事来实行支付 另外一个呢 我们园区内的一些就业问题 也吸纳了两百多个本地村民 在我们园区就业 花卉园区的建设 大大推动了鲜花经济 整个阳昌镇都在鲜花经济的带动下 变得生机勃勃 本以为一辈子都要靠天吃饭的汪显平 两年前将家中的七八亩庄稼地 参与了土地流转后 从庄稼人摇身一变成了园区里的打工仔 不仅入股村旅游公司 还被聘请为观光车驾驶员 关师傅 您开的观光车开了多久了 我开了基本上有五六个月了 我七年八月病我就开到现在 春天来了是不是客人会 游客会增多了呀 对呀 今天这春我们这里也开业了 这个游客太多了 田北市节甲日和这个礼拜六礼拜天 这个游客比较多 田北市上周游客油量比较大 那一天的这个油量 油量是上万人 三万多人 上万 上万人 对上万 咱们票是二十块钱 二十块钱 那也不少呢 王显平说因为自己当过兵 所以非常适应园区内朝九晚五的工作节奏 现在春天来了 花卉园区也进入了迎客高峰 自己每天虽然忙碌 但却快乐着 因为我们这个是来回的 来回都有游客上车 我们都要垃圾走 比如我们从山顶上 有游客下来 回来的时候有游客 我们要返回 来回都有游客 集体的数据 我们大概平均一个车 是总的量 起码是一百人以上 一百人以上 花卉园区共有二十部电瓶观光车 从去年八月份开通以来 已实现利润四十个万元 而每个月的固定收入 也让汪显平感到踏实满足 一个月就连分红的连工资 以后加起来五六千 一次还可以了 您说有分红有工资是吗 对对 工资能有多少 工资我就是我们挣的工资有两千五 加起这个那个中餐补助有三百 加起来就是两百两千三百两千八百个月 一个月 而那天的分红吗 对我们这个车就是这样的 我们比如说我们把这个 我们这个车一个月或者一个季度 我们是按这个每个季度来算的 一个这个季度把电费 把人工工资还有这个提成管理费这些全部出了 剩余的有多少钱就是由这个二十台这个观光车来分 平均我们每一台观光车分红的这个价钱有差不多三千嘛一个月 哦要这么算您有两辆观光车 对 就是红车都达到六千 再加上两千八您这也小一万呀一个月 我少啊 哈哈哈 这还不满足是吗 我不满足 我爸爸一个月 挣那个投资碗 我大财满足 哈哈哈哈 我不是 要打通的还是小通的 打通的两个啊 小通的两个啊 打通师傅小通师傅 那小通的就是小通的啊 要那有一个啊 我也要小通的 你也小通的啊 春暖花开 随着游客的增多 在花卉园区不仅是开观光车的汪师傅忙得不亦乐乎 梁家帝和王牧祥 在景区内承包的零售部也开始热闹起来 好多钱呀 今天生意怎么样啊 今天生意很好啊 一直都是这样吗 一直嘛 春天来了嘛 人的量都比较多 然后这准天都还算挺好的 可能过两天人会更多嘛 就是那你以往的这个销售当中 最好的一天能卖多少钱 最好的一天可能卖了两三千块 可能过两天可能还会更好一点 哦那这样子下来 一个月能有多少收入 一个月可能有三四万吧 三四万这些可能还会更高 哇很不错 对 大片的花海 品种繁多的印记花卉 阳昌镇为游客打造了一处观光休闲的好去处 游客到了这里不仅有赏心悦目的视觉盛宴 同时购买土特产品的消费欲望也同样能够得到满足 白荣平当地折尔根产品加工户 他的产品在景区线上销售体验区成为极受游客欢迎的产品 这些都是您自己的货吗 是啊 其实我这个货就去年的时候 八月份就拿了这家有六个月了 有六个月了 我从这个地方开始以后 一直都是在这个地方拿开这个平台 供他们的货 拿来这个平台上给他们 他们给我销售是这样的 就是您把货放到他这来 他帮为代为销售是吗 对对对是这样的 那这样的话一个月能销出去多少 一周的时候 一周能够销 他们这里能够销个十多件 一周销十几包吗 件数件数 一件能有多少包 五十袋 一件是五十袋 您能销多少件 一般是十五六件 十五六件 对对对 那这样的话 多的时候有十七八件 这些情况是这样的 那销量很不错 目前还可以吗 可能以后还要更加可以 还会更好是吗 对对 以后可能还会更好 因为现在毕竟时间还短 才五六个月 对对对对 花卉园区内的线上销售体验区 它的主要任务 就是帮助当地农户进行网上销售 与物流快递联动发展 这无疑是为他们 打开了一条通畅的销售之路 咱们这个电箱平台 就是销售量怎么样 我们这个武当储货平台的话 主要就是集中它这个 武当周围的这个农户产品 然后主要是针对这个 来这边里面参观的这个游客 游客 对 然后周末和周日的话 这个销量是很口观的 几乎的话是在三十单左右 军摊的话最少都有三十单左右 随着花卉示范园区的拓展 当地大部分村民 还被吸纳进来做起了园丁 平均月工资收入两千元以上 希望摘花嘛 希望摘花 天天看到花开心啊 然后还能挣到工资是吧 是啊 然后还挣到工资 然后每天还要上八个小时吧 又轻松是吧 你种地的话呢 还一天种到黑 都没 带着都开心 您在这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啊 两千多的啊 我愿意在这边打工啊 离家也近啊 工资也可以啊 我也喜欢上路干了 鲜花经济不仅给当地村民 提供了就业机会 同时良好的收益 也带动他们 开辟出更多种类的鲜花种植 春天里 宋兆伦种植的非洲菊 又迎来了销售旺季 是春季到秋季都在开 但是这个春季的 它是开的最好 量最大的时候 你摘这花 我原来都以为是要拿剪刀剪 就直接用手这么掰 不用剪刀 这个顺到 顺到了也就行啊 一掰就下来啊 这很好掰 您是说顺着它那个茬 顺着那个 顺着这个 这个枝叶 顺着枝叶 稍微一倾斜 它很脆 它那个杆非常脆 老邵 现在这一个大棚 能有多少花啊 就有多大 这个大棚我们是 标准棚是180个平方 但是我们是根据这个地形 土地的地形来建的 尤其要有四五百个平方 尤其只有八百个平方的也有 最少的是 只有八百个平方 像这种棚有多少个呀 国内有 五十多个 老宋介绍说 五十多个非洲菊的种植大棚 一次性就要投入五六十万元 而当初 恰恰是看好了 非洲菊的市场前景 这才让它有了巨大投入的勇气和胆量 非洲菊的价钱也非常好 我们一年四季都有这个 都可以卖 都是东西稍微少的 但是到一道村上来的 这个产量特别高 母亲的这个 这个大棚样式的 这个非洲菊不抽象 因为这个社会的发展 正像宋兆伦所预期的那样 由于非洲菊市场需求量比较大 仅在贵阳市区的销售 就已经让老宋的非洲菊 供不应求 这个好 我看这个全都打开了 是吧老宋 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 这个根 还挺粗的 这个就是特完整 特别好的 特别好的 新鲜 新鲜 老宋说了 什么样的花才能摘下来呢 是要这种完全打开的 而且你看这花蕊啊 什么的 就能完全看得到 而且已经都长出来的 长出来 这一头的花蕊 基本上都没有出来 看它都要瘪 它就可以掏 这种才可以采摘 就跟那些玫瑰啊 什么那些鲜花还不太一样 不一样不一样 那些鲜花是打着包的时候 就要采摘下来运输走 对对 非洲菊是这样的 完全开放的非洲菊 被采摘下来后 要经过简单包装 才能运走销售 这个比起来 它 加起 这样子 就可以了 像你种的非洲菊 一年能给你带来多少收益啊 我的这个非洲菊 因为像一个棚 一个标准棚 我那是万八 一万多个平方 一个平方 一哈中的一哈 一哈标准棚嘛 本来是万 两万多块钱 包收入 但是出赶大建 有万八块钱 纯利润就能有 一万多块钱 万万块钱 左右的嘛 有时七八千 八九也有时 都达到一万一 花价后来更没达到一万一 那五十个棚 一年也能有五十万收入呢 五十万 那很不错呀 很不错 很不错 做发达 做社会发达 大家这个都喜欢用这个 鲜钱花 散花 来啊 搞这些的 啊 所以说这一方面 都不愁卖了嘛 万一不愁卖 哦 这有产品 不愁销售 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 都是怕 万一种东西都怕销落 销落不好 你再关键也 也买不出去 是吧 非洲菊的种植成功 也为当地村民 带来了相应的就业机会 一年四季 几乎都有劳动收入 也让他们安心知足 哎 我们的零工 七十个一天 现在可以嘛 一年 但一过一年 两千一百块钱 说低头之后 低头之后 一百块钱 就是八个 火炉烧店 每一份 也得到一千八几万 什么嘛 每个街 每一年都有嘛 只是多点少的 比如冬天 像这样 稍微好的 前一段时间 开得很慢 温度低啊 冬天少一点 冬天少一点 但从春天开始 就是忘记了 就是忘记啊 为了方便游客 花卉园区里 还增设了花卉超市 精致的盆栽 不仅给游客更多选择 同时 也给花农 带来了可观的收益 大娘 有花是吗 喜欢在这里的花 师傅 我看您手上拿着钱是吗 这是人家刚要 没花呢 念到了 带孩子了 你看 带孩子出来 观察大自然 然后走到这儿 正好 他们家花多嘛 就带孩子进来 你写的哪两盘啊 就这个郁金香 我们这个花海 现在多的郁金香 让孩子观察一下 那个从 从那个幼苗开始 那个花的变化 让他观察一下 这两盘一百块吗 没有 他还要等他推钱给我 他推钱了 两盘多少钱 卖给人家呀 两盘四十五两盘 有两盘小的 两个多 春天来了百花盛开花 的品种也很多 就比如说像上个星期吧 我们这个园区 就来了一万多人 然后呢 我呢 这边也卖了将近 一万七千多块钱 那么这儿就 大概呢 就挣了四千多块钱 心里很开心 众多的游客当中 一个人引起了 网南记者的注意 师傅打扰一下 我看你们在这挑花 挑半天了 是想买哪些花 有挑种的吗 有 有几种 有几种啊 都有哪种啊 您看中哪个了 有棋花 有这个杜鹃 还有这个草花 就是准备买多少回去啊 买个五六盆 五六盆啊 是装饰院子还是准备 您怎么还穿着厨师的 您是厨师是吗 对 我们买些做菜 我们买些做菜的 您是要买这些花去做菜是吗 买鲜花居然为了做菜 这大大的勾起了我们记者的好奇心 人家买花都放在家里观赏 你们买花是为了吃是吗 是的 是有餐厅开餐厅是吗 对我们开了一个农家了 开了一个山庄 我们现在就以这个花为厨师来做菜 您的餐厅是专门主打这个花 用花来做的菜是吧 对 还有做一些地方特色嘛 这些鲜花如何成为菜品 它们的味道又会如何呢 那一会儿我能很冒昧地 能去你们那个餐厅看一看吗 可以 去你农家乐去看一看 可以 看看你们是怎么用花做的菜 可以可以 好好好 一会儿咱们去看看 这位农家乐老板名叫汪显超 他原先一直是靠鱼塘养鱼赚钱 2015年年底 当他听说镇上要建设花卉园区时 便率先开启了农家乐 我觉得交通便利环境很好 有山有水 再加上我们餐厂现在花华小镇的发展 很有前途 那我们餐厂里有的人很多 所以我就现在开这个农家乐 贵州人吃辣呀 那是出了名的 但是贵州人吃花 我还是头一次见 小李 咱这些都是些什么花啊 这些花都是春季有的 哦 桂兰 桂兰 康兰兴 菊花 茶花 菊花 两种玫瑰我们已经切成丝了 这是梨花 这是梨花 对 那这个呢 这个油菜花 我们这里的特色 油菜花 哦 对对对 我应该认的 它变成这个样子 我就有些恍惚了 这些花啊 都这么娇嫩 就是如果经过这个煎烤烹炸 它还能保持这个色香味吗 可以 我们定型定色 然后不同的花 进行不同的烹饪手法 厨师李林 是汪显超专门 专门从外地去回来的 他现在是阳昌镇唯一一位会用鲜花入菜的厨师 而当初汪显超之所以力腰力 也是源于一个大胆的强法 我想因为我们阳昌镇这个花 我们花花小子 花很多 实际都有花 这个不抽这个 没有这个食材 再加上我想吐这个花的这个特色 用这花来招揽开人 就现在做花的这道菜 你是觉得别人没有 别人没有 我来养成我加油 来我们贵州我加油 玫瑰花丝过油 尽可能保留花丝的本色 先装盘备用 然后把炸好的鸭肉丸 蘸上沙拉酱 用玫瑰花丝包裹 一道玫瑰鸭球 就算大功告成 康乃馨 菊树叶 过油炸酥 放入锅里 与肉丸一同爆炒 一会儿功夫 色香味俱全的富贵菊香肉就出锅了 看着真是让人食指大动了 椒盐茶花的做法略微复杂 把蛋清搅成糊状 包裹住整朵茶花 入锅油炸 待蛋清炸至焦黄 便可出锅 之后用椒盐等调料爆炒 菊花可以生吃 与折尔根一同凉拌 就像魔法一样 春天里这些美丽的鲜花 在厨师的巧手烹饰下 很快就全部上桌了 今天来到羊羹散花 还可以吃到 有花来做的菜 很新鲜 很有充益 主持业一宽耐心炒着花 特别有新鲜感 有花的感觉吃起 特别是季节吃起 特别有种清香感 这种花菜特别好吃 就是有种 在春天能够吃到这种花菜 有春天的感觉 所以是非常应急 我本身也是种花 然后今天看到这种花柱的菜 都特别高兴 然后以后我们种花的小物 独特创新的经营理念 每年都能给汪贤超 带来二三十万元的收益 我对我现在状况很满意 因为这个比打工强 房子是自己的 现在在环境又好 空气又好 来客人很多 每天都给我带来很多乐器 客人来我就高兴 在花卉园区 像汪贤超这样 从事餐饮生意的农户 有近二十家 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 他们也迎来了自家生意的春天 又可以越来越多 我们上个星期的收入达到八千 在这里开了这个餐馆 可能有八年左右 收入大概是十多万 效果还是挺好的 回家了以后 在这里又挣了很多钱 然后又可以照顾老人和小孩 非常高兴 在阳昌镇 鲜花经济的开发与拓展 为当地百姓 开拼出一条崭新的致富之路 目前当地村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4万元 实现了全区农民 人均纯收入超过小康水平 一年直接在一村 把我们的农特产品 把它调节好 因为我们这种农业 在春季播种 是很重要的生 春季播什么样种 就决定了什么样的产业结构 同时我们也知道 在春季 我们现在新兴向的这种 这种事态 我们要尽早的去 进入工作状态 把这篇文章给它做好 同时我们现在这个扶贫工作 仅仅为了产业扶贫 但产业扶贫 我刚才说我们贵州的特点 我们武当区这种 贵阳市的一个区 这种近郊区的特点 充分发挥我们农特产品 数量多 这个品种多 中高端优势 来把这个春季公司的这个产业扶贫 然后同时也为产业扶贫 为我们的旅游 扶好物把它做好 所以在这方面我们的谋划呀 也是要把我们的这个大扶贫工作 春季公司的很多工作 和龙女文要融合起来 和我们的周末花园建设 融合起来 和我们的这个深度休闲油 融合起来 是一个万物复苏的季节 也是一个令人遐想 充满希望的季节 在采访拍摄的这几天呀 我们深切的感受到 大搞鲜花经济的杨昌镇 在政府的政策扶持下呢 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致富之路 可以说呀 在这里 春天不仅在美食中美景里 同时呢 也是在每一位老百姓的心里 相信他们的日子会越过越好 感谢收看今天的生财有道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雅江旁的大快朵仪 雪山下的桃红柳绿 最美临之人间净土 好漂亮啊 西藏感觉都不想回广东了 麦田里的欢声笑语 怪不得那么舒服 这么小酒 我太气馁了 现在已经收入一个人三天多了 美景美食开启生财路 咱们家乡春天美 明天带您走进西藏林芝